杜特蒂 杰大使杜特蒂最近讲话 他自己主持一个节目 大家知道他讲话也是超直白 他警告说会有战争的风险 我并不想宣传宿命论或是煽动战争 但是如果让我打分数1分到10分 给即将发生的战争的规模 打分打几分 杜特蒂打7分 但是如果这个战争发生 对菲律宾的冲击要打几分呢 8分或是9分 也就是说菲律宾卷入战争 什么战争 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或是中美大战 或是什么大战 他觉得菲律宾的战争风险非常高 为什么会卷入呢 他其实反问大家 他说你想想看 中国打我们没有什么好处 以前没有好处 但现在有理由 就是因为美国在我们菲律宾 拥有很多基地 所以他认为这会成为 中国导弹或是其他攻击的 集结地等等 认为菲律宾会卷入 卷入的风险很高 杜特蒂大使怎么看 菲律宾的角色 对 其实杜特蒂的论点 基本上他希望 就是说不要在美国跟中国大陆里面 作为美国的一个棋子 这个立场跟他现在这一次 就是尤其是小马可市 让美国在菲律宾 北部 旅宾岛北部设了几个军事基地 是他的论点是一致的 只是这一次小马可市是实际做了 他基本上就让美军在这个 最近在菲律宾开了四个基地 其中有两个在旅宾岛北部 那个事实上离台湾是很近的 而且是基本上是可以控制 这个南海附近最重到一套国际水域 就是巴士海峡 巴士海峡的话 事实上是中国大陆的 走入这个走出第一岛链的 重要的水域 那也是美国这个希望能够 从严控制的一块水域 那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块水域 本来菲律宾跟这个水域 他就说美国要抑制 中国大陆的军事突破 是没有关系的 可是就是因为答应了 这个美国的要求 在巴士海峡附近设置了 设置了两个美军基地以后 那菲律宾的角色就变成了一个 本来是一个旁观者第三者 现在变成也变成这个当事人 所以事实上对菲律宾来讲 是非常严重 杜特地我觉得他讲这些话 你同意他讲的话吗 我非常同意 而且我觉得基本上 他讲的是蛮持平的 还没有把这个事情 再把它扩大来讲 因为事实上 小马可是答应 美国设那两个基地 那是美国人选的 四个基地 美国人选的 当时这个美国的 这个贺锦丽副总统 他上一次来的时候 大概半年前到菲律宾访问的时候 他就已经看 去那几个岛 去那个地方看过 所以事实上美军是已经选好的 那这个就是说 对于这个菲律宾来讲 其实菲律宾当地 就是说这个四个基地的当地的居民也是反对的 他们的看法跟这个杜特地一样 也就是跟美 现在日本的自卫队把很多飞弹基地放到石环岛 放到宇纳国在设计 就是说设立军事基地 这些作为当地的居民也都是反对的 因为你没有这个美军或者没有攻击性的武器 或者没有武装的这个设施跟部队在那里 你就不会暂时就不会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那你现在不论你如何 你要扮演什么角色 可是你变成了 你看到集结地 这个他把这些美 他已经把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军事基地形容成什么 对中国的导弹或其他攻击的集结地 是美军的集结地 那可是他在菲律宾的这个土地上 那如果中国大陆跟美国 如果今生起来的冲突的话 他一定要摧毁这些集结地 那对于美国来讲的话 当然就是说这个土地反正是菲律宾的 那到时候这个造成的民间的伤亡 各方面的这种 当然是还是菲律宾人承担 那菲律宾从这里面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应该是相当应该是为不足道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杜特蒂 已经很少听他出来讲话了 他只有在重大的事件才出来讲话 实在是忍不住了 实在是忍不住了 可见这件事情从他的眼光来看 是攸关菲律宾的安全安危的 所以他已经现任总统他出来 不过他的女儿现在是副总统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有一定的很大的影响力 所以他真的是敢为菲律宾的这个利益 菲律宾人的这个安危 请命的一个政治人物 那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讲法会造成 我觉得在菲律宾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力 他可能有后续的延烧能力 那当然小马可是已经多次 这个出来这个解释 就现任总统出来解释好久 他说这个绝对不能做 他跟美方的这个协议是 绝对不能把这些基地 作为攻击性的基地 不能从这个地方 作为攻击的一个集结地 可是问题就变成说 那美国不做攻击的集结地 他把这个地方 他在那边设一个军 他在这个基地有什么用呢 而且大家想关键时刻 你菲律宾约束得住美国吗 美国会听你的吗 让大清来讲一下这个小国家 盖亚纳 很多人希望这个每年许愿 就我的愿望是报复 其实盖亚纳就是一个报复的国家 很有趣 那最近他做了一件事情 拒绝OPEC还有沙特的邀请 沙特能源部长 还有OPEC秘書长 都纷纷邀请 诚挚地邀请盖亚纳加入OPEC 结果盖亚纳很拽 他说什么 没兴趣 完全没有兴趣 为什么呢 盖亚纳需要在短期内 以最大的能力提高石油的产量跟利润 莱克亚纳在哪里 很多台湾人搞不清楚 我们把地图调出来给大家看 他在这个南美洲 有没有 在委内瑞拉旁边 委内瑞拉是产油大国 在法蜀 这个龟亚纳等等的旁边 在这个地方 南美的北边 那人口呢 大概哼不啷当 就八十万左右 面积大概是台湾的五六倍大 但他的石油蕴藏量 这几年发现之后不得了 所以大家都用暴富来形容他 那到2027年的目标 日均一百万桶 多高的一个量 我们再回到刚刚那边 所以我们看到盖亚纳的经济成长率 有没有 2019年成长4.4% 2022年是62% 所以大清你怎么看盖亚纳 拒绝了沙特 拒绝了奥派 对 因为你看到现在盖亚纳 他的这个石油开采 几乎都是仰仗美国的石油公司 所以从这一点 几乎就可以看得出来 盖亚纳应该现在是属于 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 这对美国来说 当然不太容易了 因为中南美洲 现在属于美国势力范围的国家 已经没剩几个了 就是在过去这些年来 中南美洲的这个粉红浪潮 几乎都已经是温和左倾的政府 掌握了中南美洲的政权 那么所以当盖亚纳的石油开采 是仰仗美国的石油公司 当然你说盖亚纳去加入 IPEC的可能性 相对来说就不会这么高了 因为目前为止看起来 在这个石油生产的这个集团里头 美国跟OPEC是站在竞争者的角色 所以跟美国关系不太好的 像什么委任内拉这些国家 他们都可能会加入OPEC 但是跟美国关系相对比较好的国家 就不会做这种选择了 所以盖亚纳拒绝了OPEC 其实这也并不令人意外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 就是美国到现在还在 这个全面在自己的国内 跟国外开采石油 这就跟这个拜登一直不断的在宣扬 说要对抗全球暖化的作为 是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因为现在的石油开采 其实都对地球来说是一个污染 所以其实你又可以再一次的看到 美国就是双重标准 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就要求别人的时候都很严格 面对自己的时候就很宽容 这是美国长期以来擅长使用的方法 所以你看到在盖亚纳这个问题上 其实盖亚纳的选择不令人意外 但是美国的做法很令人失望 好 这是盖亚纳